因為今天是第十次上課,前面有第九次 那再來因為課程要結束了,一到九,全部都在這裡 所以我們從第一次的話,做什麼,就環境 懶人包嘛,然後呢 再來就是一些變數啦 運算值啦 有沒有拖曳誓源啦,邏輯判啦,其實第一次已經講得很多了 OK有沒有,所以你回去把這學熟 那我們有點像爬山一樣 一步一步往上爬 那後面呢,雖然課程結束了,如果你未來想要再學習的話 其實就是再往上爬的,一往上堆就對了 所以後面如果你要做那個像樞紐分析,類似的概念,你就再學一個Pandas 那Pandas也許裡面沒裝 那你就把它裝上去就OK了 裝的方式的話呢,其實我在那個我們的講義裡面就有提到啦 只是說因為環境比較亂,所以我有提供兩個方法 你可以用第二個方法,應該保證可以安裝起來 像後面如果我們要爬那個網頁資料的話 需要再裝一個叫Beautiful Super 那這個好像我剛剛試了,裡面預設是沒有的 你一定要自己把它裝起來 如果你沒有裝那個套件的話 那你就沒有這個功能 他沒有這個功能呢 那你就做不到 OK就這樣 所以Python比較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其實有 光它自己官方 那個 官方網站上面就有 30幾種的 外掛 OK 30幾萬種 不是30 30幾萬種 各式各樣的 比如說你要爬蟲 就有很多很多類似的 相關的爬蟲 那你需要學習就知道哪些爬蟲 哪些的套件 可以做什麼 然後你把它抓下來安裝起來 就會有具備那個功能 比如說你想要做什麼 語音辨識好了 你當然不會自己去寫一個嘛 那怎麼辦 到它那個 這個套件 褲裡面去找 一定有啦 然後呢 你就把它抓下來 那看它的Sample怎麼寫 然後也許你就什麼 丟一個語音檔給它 然後它吐回來給你什麼 給你一個字串 有沒有 其實Google就有啦 Google有相關套件 那 不過它剛開始免費啦 可是後來好像慢慢要收錢 也就是說 它語音辨識啊 就是會有費用 那怎麼做其實 很多延續性 像一般的書籍裡面也有提到 你們也可以其實 有一個基礎之後 你想要 做後續的 你就去看它的那個操作方式 再把它加上去 就可以達到你要做的那個目的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延伸啦 所以我們 這個課程基本的目標是 至少 讓你知道 Python是什麼東西 怎麼安裝起來 你基本的 操作 邏輯都會了 那讓另外的話 至少要學會 如何去抓那個外貨 並且把它裝起來 然後知道什麼run 也應該就達到 我們初步的預期目標了 因為Python能做的事情 實在太多了 現在幾乎包山包海啦 最近甚至連寫遊戲都 都可以用Python 甚至以後寫 手機的app也可以用Python 架式網站也可以用Python 架式網站用Python 也不是什麼什麼奇怪的事情 所以等於是說 以後所有的 任何角落都可以有Python的痕跡 OK 所以其實當然你 如果把這個學好的話 你延伸性就很大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繼續再來看 所以有request 把這個request 等於是一個 package 一個套件 安裝進來 我記得好像已經裝了 所以上流沒有裝起來 再來的話怎麼呢 就是 有點類似下載一些資料 下載一個CSV的資料 一個 其實好像是那個 那個什麼 果菜市長那個什麼 我們的第 應該是0601這邊 那我們是有找了一個 開放資料 當然政府的開放資料實在太多了 幾萬種吧 所以如果 那個 我是找了一個 公有零售市場行景的CSV啦 他是在 台北市的那個開放大平台裡面找到的 當然另外還有中央政府 所以你Google關鍵是開放 資料 有沒有 就會有很多相關資料 像還有同學 有問那個 那種GDP的是不是 經濟成長率 等等的吧 其實政府 只是說 當你可能問到問題 當你把它解決就好了 好 不過可能有時候還是要需要一點點經驗 好 那 所以呢 後面的話我們有講到那個 這個 把它抓下來 那一樣的話呢 它下來的資料呢 就是中間加豆點 所以呢 我需要把它切割 用那個SPRIT 有沒有 SPRIT不要 SPRIT兩次 第一次因為 換行的地方 第二次是豆點 最後再把它塞到資料庫裡面 就完成上個禮拜的東西 程式就是這一段 另外的話呢 我們還有講到一個 就是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當然未來 如果你想要延伸學期的話 可能就是在學那個Pandas Pandas其實 它有點像樞紐分析表 能做的事情 OK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OK 那再來就C口語法 C口語法裡面的話當然 我們可以 上禮拜講過 你可以只取兩個欄 如果你想要做出像樞紐分析表做的事情 你也可以用C口語法做 只是那個C口語法 你必須要知道 怎麼下那個 那個語言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是用slate 兩個欄位 from哪個table 有沒有 那後面的話有幾個敘述 找青蔥的話就是fail D就是那個我們那個蔬菜那一欄 like青蔥 就把青蔥撈出來 有點像樞紐分析表 去篩選的意思 然後呢 gloobby 因為你會發現 每個市場它資料都重複 那你可以把它群組 那orderby的話呢 就是排序 有沒有有 有點像我們 在eSale裡面按那個嗎 怎麼Z到A 有沒有 A到Z A到Z就是 D增吧 Z到A就D減 有沒有 那這邊也是一樣 orderby 差別就是 一個是 按按鈕 一個是打程式 那你想說 那我當然用 eSale是最方便的 可是問題啊 很多地方 eSale如果這個功能沒有幫你 寫成按鈕的話呢 那你又 做不出來 但如果你會寫 sicle語言的話 那它的彈性就很大 只是說你可能還是要延伸去 去寄一些語法 另外的話其實我沒有平均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 AV區 那怎麼知道啦 其實你可以 用查那個sicle語法教學的網站 其實上面都有啦 sicle語法裡面的函數 它一定有什麼 sum加總 二個只是平均 那計數的話就count 最大最小的mini跟max 有沒有 其實都是固定的啦 那你就加一下 其實它函數裡面還有run的 如果你要 取到小數點的 整數位的話 那就do.0就好了 這個其實 在那個sicle語法教學裡面 都查得到 那如果對那個sicle語言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自己再延伸出去啦 這邊是可以自己再run一下 那其他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是另外利用什麼 環保署的官方網站 那這個網站裡面的好處 就是它一次有提供三種最重要的 開放資料的格式 包含什麼 Jackson XML CSV 其實旁邊還有一個open API啦 如果open API點進去啊 你會發現呢 它其實長得就跟Jackson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以後如果你看到API的話 很多呢 都會用Jackson提供給你 那它可以跟什麼串呢 比如跟手機app串 跟網站串 所以 請說講起來 目前使用的最多的啦 其實應該是CSV 應該是無用自已的 可是如果跟程式串接的話 其實最多的 還是Jackson 所以我建議啦 你至少要學會這兩種 那XML其實也有啦 只是好像 好像銀行會比較多 我覺得好像可能不同的行業別 習慣用的那個格式也不太一樣 裡面的話你可以找到哪些地方可以練習啊 光那個開放資料 政府機關就一大堆了 所以 我就順便整理一下 因為剛好同學問到 我就把它整理到 下面應該第幾頁 我在那個 第18頁的地方 這邊就有開放資料連結 然後有一類的話 可能跟大家比較有興趣的 所以我剛好就指向投資理財 投資理財就1747 7種的 相關的那個資料 那其中的話呢 那有一個所謂的那個 Jackson的 有那個Jackson的 有CSV 一樣啦 所以我是建議 這個課程雖然結束啊 你們自己可以再找個專題 去練習一下 當然理論上 當然理論上應該是要交一些 作業的嘛 可是我們沒有時間啦 所以我們就不要求 不然的話如果你那個時間夠長的話 應該要 最後一堂課 大家要交報告 然後打個分數這樣 其實我還蠻喜歡看大家的報告 因為我一看就知道 大家努力多少 其實非常花時間 但是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會想像那個 那個大學裡面 我就向他們做一個專題 小專題就好了 就是自己找一個 開放資料 有興趣的 第二個的話呢 你去做一些 統計分析 然後畫出 報表跟圖表 然後第三個可能做一些心得分析 你為什麼要選這個 那選的過程當中 透過程式遇到 做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那你解決什麼 最後寫個心得 大概就這樣 OK 那我看 其中啦 所以 看他們的那個 做得其他蠻愉快的 但他們做得還蠻認真的 我就覺得 真的 不錯 至少 我講的他們都有聽得懂 OK 而且 他們做過程當中也有收穫啦 所以我覺得也是 還蠻不錯的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 不妨了解一下 底下的話 我就是 簡單的啦 這邊有個表 其實一般如果說假如你還不會寫拍什麼 你先用那個什麼 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比如說呢 我們最近有個新聞嘛 比如那個勞退基金不是有一個 好像 裡面有一個官員嘛 後來好像被抓起來了 對不對 因為他好像 內神通外鬼吧 有沒有 而且啊 人家請吃飯啊 幹嘛 有沒有收錢 不知道啦 後來後續這個新聞我沒有特別關注 然後你會發現喔 他就是明明知道那個好像 應該營運不是很好 他就是叫底下人的 你給我買那一家 公司的股票 怎麼 那家人會覺得怪啊 你明天營運不好你幹嘛買 對齁 大量買 所以後來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最後呢 這是歷年的 從哪一年啊 從那個 好像從這邊 這個這個 2012年 一直跑到2021年 好像每一年的每個月吧 他裡面滿多的 就是會從這邊 整個垂直的斷頭掉下來 不知道哪一年 2020 有沒有 突然之間他的直接獲利 哇 只能夠掉下來 為什麼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吧 所以有時候 你想要知道 到底勞退 基金到底有沒有賺錢或賠錢 他有公佈嘛 那公佈 的資料 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從那個第幾頁 第18頁找一下 點進去 這個連結 裡面的話呢 當然他提供幾種格式啦 不外乎就CSV Json 還有一個什麼web service 還有一個XML 其實蠻完整的 那當然如果你要直接拿Excel來分析的話 其實就下載CSV就好 但如果你要給那個什麼 給Python用的話 那你就用Json OK 其實 Json的話你把它點擊進來 他會下載 這邊有一個Json 或者檢視資料 這邊也提供一個連結給我們 而且他告訴我們說這個 編碼方式是UTL8 所以我們可以用Request 然後把這個連結裡面的資料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的話其實可以複習一下 上禮拜我們先放到一個字典 Additional裡面 然後再把他的Values 抓出來 因為他其實 字典 就是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就key 一個欄位就value 那我們把value抓過來 然後上面串他的 這個 欄位名稱 OK了 所以我這邊其實 後面呢 我有把那個對應的層次寫出來 但是 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可能要多加一個東西 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如果你沒有加的話 那他會跑不出結果來 因為剛好同學問到 有沒有 他順便講一下 剛好以前沒有啦 以前好像沒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刻意 讓你不好抓 所以他又抓了 放了一些東西 讓你 不知道為什麼抓不下 因為同學好像照之前的方法 也就跑不出來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把這些 那我這邊 這個程式裡面其實就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把json 這個這個連結就是我們剛剛 在那個上面看到的 把它其實就是從這邊 Ctrl C Ctrl V 到這裡 把它get 後面加了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的話 就是說 它裡面出來的資料會有錯誤訊息 那錯誤訊息要不要關掉 因為如果你不關掉 它會一直跑一些錯誤訊息 讓你的資料無法顯示 所以呢 後面這個參數就是要關閉錯誤訊息 這樣而已啦 其實我是去什麼 去官方網站上面它有說明 說明有參數嘛 我再加一個 OK 再加上去就沒問題了 另外的話呢 把它的什麼 把它的key抓出來 因為key的話呢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有沒有 然後呢再把它的value抓出來 OK 那你會發現這個key的話 我沒有跑回軒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key都重複 有意向嗎 key都重複 你看一下這個點 點這個好了 點這個 給它下載 下載的話我們其實可以用 右鍵 用那個 Nornapeg plus 來開 那你會發現 最好是你可以把語言改成 叫做java 叫jackson 有沒有 他其實也提供過jackson 的語言 那你會發現呢 他這邊就是有一個什麼 key key的部分就是這個 前面這個 冒號前面的這部分 那這邊有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這是第一欄 的欄名 第2欄是最近月份收益率 有沒有最近月份收益率 第3欄就是公告日期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這邊就是3欄 3個欄位名稱 key就是欄位名稱 那裡面放的資料呢 就後面這個 其實我們要抓的 就後面這個 所以抓第1個 抓第2個 抓第3個 然後這邊又重複第1個 第2個第3個 一直到最後一個 那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外面是 中瓜胡 它是一個串列 然後呢裡面的話呢 是一個什麼 一個大瓜胡 有沒有 大瓜胡在這裡 大瓜胡的話就是一個字典 那裡面就 key value key value 大概是這樣架構 所以我們是需要什麼 先把那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 這個 我先切到這邊 我們是先把它的欄位名稱先抓出來 然後呢再把它裡面的資料一個抓出來 然後最後把它輸出啦 不過我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存成什麼 CSV 還記得吧 把存檔 存檔底下的話我是多做 那存檔的部分就寫出去 寫出什麼 我們fw等於open open什麼呢 一個檔案名稱 所以這個檔是空的 後面加一個w w是把抓到的東西寫出去 然後後面的話呢就是加一個write write就是把抓到的資料 分別串接之後把它寫出 然後最後close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 Ctrl C 這個是 勞退 什麼 勞退 那個 歷年的收益率 月份收益率 那你們待會 因為時間 我直接run一下 看 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那我試試看 基本上就是把資料 抓下來之後呢 把它 寫入到一個CSV檔 執行 OK 你可以看到 底下有沒有錯誤訊息發生 有個worry 不過好像 應該理論上應該沒有沒有錯誤 只有一個 這個錯誤 一個worry的警告 但沒有錯誤訊息 接下來我們 把它執行完畢之後的話 那我們一樣 可以到那個哪個地方 我們可以到我們的 C碟底下 我看一下我們這個有沒有寫進去 那我是放在Python的2021 裡面看看有沒有一個叫做 勞退 有啦 勞退收益率 點CSV 就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這個檔 就是我把 上面抓下來的東西 然後把它存成一個CSV 在這裡 因為CSV呢 預設的程式 就是Excel 所以我直接把它點兩下 看一下 這個收益率有沒有出現 打開看一下 有啦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就很順利的 可以把Jason檔 上面的東西 當然Jason如果你假設 你把剛剛的這個 像這個資料 給一般人 用的話 他應該會頭很痛 這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把剛剛那個程式 轉成CSV的話 那就馬上可以 在 Excel裡面可以 做後續的事情 OK 所以 基本上 而且未來其實還蠻多類似 像這種狀況 就是說他只提供Jason 只提供API 但是他沒有提供CSV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還蠻強烈建議 你可以用Python 先把它存成CSV 然後再打開 那比如說你要統計好了 你就可以拿 這兩個欄位吧 Ctrl-ship 向下 然後你可以 再插入一個 像我剛剛那個 很簡單的 折線圖嘛 你就可以畫一個折線圖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歷年來的那個 這個表就出現了 有沒有 收益率這個地方 你可以按右鍵 移動 移動到一個新的 工作表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當然 這個地方可以調整 因為他放在中間怪怪的 我記得你可以從這裡按右鍵 可以把它 坐標軸吧 應該是 坐標軸的 格式 可以把 它的資料好像可以把它改一下 那個刻度 應該是 什麼 主要 在底下刻度吧 是不是 基準 這個可以把它改一下還是什麼 就是說可以把那個 這個基準 移到-15的地方 就可以讓它看起來比較正常一點 我基本上可以 我馬上可以畫出一個結果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 這一次我來 先做做看 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上個禮拜提到的 有關那個 傑森檔案的部分 我是把它放在 第18頁的地方 OK 你可以 找到那個雲端白板的第 601 0601 找一下 0601這個 那開啟之後的話 我是把 剛剛勞退 新智 歷年 這個什麼呢 這個 最近 月份收益率 的資料 把它直接抓下來 然後 存成 一個 CSV檔的做法 OK 這邊有一個範本 提供給各位參考 試試看 好 好 好